嗨各位小财神 今天过得还好吗 今天这支影片呢 要来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的中信环球联名卡 那很多人一定很好奇说 为什么要办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到底有没有什么亮点 那宝可梦身为就是全台湾 拥有最多信用卡的男人 当然是他换了新卡面 我就想要办下来 就是顺便做个开箱 跟大家做个介绍 那我最大的愿景就是 当你们将来在网路上面 找寻信用卡资讯的时候 都会看到我的画面 会看到我的介绍 这就是我的目的达成了 所以我希望能够做最全面性的 科普性的信用卡介绍 所以这张卡片 新的卡片上了 当然就是要来介绍一下 那我们今天影片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 环球联名卡的新卡片开箱给你看 第二个是今年的优惠权益整理 我们来讨论一下 把亮点抓出来给你看 第三的话呢就是 顶级卡的年费减免规则 它是怎么玩的 跟大家做个分享 你说不定 你的主力卡都放在中心 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 把这张卡片刷满 36万 然后你才能够减免年费 也是有其他可以布的哦 所以呢 来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个重点 就是环球联名卡的新卡面开箱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这卡片呢 是前几天热腾腾收到的 之前在我的粉丝页有跟大家讲说 我又收到这张卡片 那到底是什么卡呢 现在来开箱给你看 来 1 5 每次这样剪的一堆谢谢 来 好 剪开了 这个要收到旁边去 把它拿出来 哎呦 飞掉了 太激动了 好 来开给大家看哦 噶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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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各自的问题我先把它先用那个贴纸把它贴掉 这样等下大家看比较不会就是各自外泄 等我一下下 我先把这些各自给贴掉 我后来发现这个纸胶带真的很好用 因为我这是在成品买的纸胶带 然后它这个颜色就还蛮深的 所以你就是把它拿来贴贴贴 就可以贴掉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蛮好用的 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以后就是要贴一些 比较个人隐私的资讯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可以把这个各自给稍微码了一下 现在还差一点点 信用卡把它处理完之后就好了 好,没问题啦 这个你卡片打开之后 它有一张开卡 然后它就是长这样子 有没有 来,给你看一下 它基本上的话呢 就是信用卡会黏在这里 然后这边呢 是这个卡面 应该说这个开卡也是专属特制的 是for这个 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环球联名卡 那它的这个信用卡 它卡在这里 然后这下面是你的记件人资讯 跟你的这个卡奥后市 然后相关的资讯 那我自己本身之前有跟大家分享 我的中性的额度性感性来到70万 就很努力的往上挑战 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 那这张卡片呢 可以把它现在拆下来看 然后它的背面是这样子 它就是教你如何进行开卡 所以你也可以就是在这边看一下说 如果你拿到了卡片之后呢 你会拿到就是很简单的一个薄薄的信封 然后这个信封呢 里面会有一个开卡函 然后再加上一张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就只是这样子 那你看完卡片正面之后呢 我也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卡片背面长什么样子 它其实就是一个横的卡面 然后因为它是这个 应该怎么讲 它是平面卡 所以你的卡号就不会是图字 它以前的那个版本是图字的卡号 这样子 那因为这个卡片其实都是有基本的 那种预期卡要年刷六万 然后白金卡要刷一万二吧 然后无线卡的话 顶级卡至少要年刷三十六万 才能够免除 就是这张卡片的年费 怎样才能免除呢 就是稍后会跟大家分享 那你可以看到这张卡片 我办的是顶级卡 然后它的卡面 我觉得它不是亮面 有一点点雾面 然后它那个金色是会反光的 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算好看 还不错 那中性的顶级卡呢 它是所有的权益 基本上是通用的 除非有些特殊专属的权益 不然这张卡片 它可以享受的是 一般普通型顶级卡的 基本权益这样子 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云南 如果你拿了新的卡片 它就会长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主题呢 我们来跟大家聊聊 就是2020年 它的优惠重点整理 这个优惠重点整理呢 我有把它的这个官网把它就是收起来 然后现在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的亮点啊 我觉得最大的亮点 可能会是周际酒店优惠 因为一般而言的话 这个IHG 它在台湾没有发行联名卡 了不起就是我们那个 呃 有 汇丰的那一张旅人卡 它有针对IHG的基点 有这个额外的可以转入的部分 1比1 转进去 但是大家都觉得那个东西比较不划算 因为真正的这个饭店联名卡 可能是会让你送早餐啊 或者是这个 做一碗送一碗之类的优惠 反而这张卡片有 举个例子 我现在点台北的这个大直 英迪格酒店 点进去看呢 它会跳进来 这是它的这个 特别的联名卡专属优惠的部分 就是住室房有买一送一 然后餐饮优惠的部分 它会有这个 餐前酒 迎宾饮料跟餐饮八折 这是它 这个卡片额外提供的权益 那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台北金普敦大饭店 它就会有一个豪华大船无烟房呢 住一碗送一碗 但是它就不给你早餐了 那迎宾饮料有两杯 它说需要连续入住 不适用在 跨年 五六跟 国定假日 周五周六跟国定假日入住的话 就是九折 所以它的优惠的话 就会比较少一点 但是它也没有优越会的积分 不过我觉得 住房买一送一 其实也算是还不错的回馈 如果你自己有用到 平日去住宿 倒是划算 那它目前的话就是 Global Mode的 这张联名卡 大部分都是 住一碗送一碗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你可以参考一下 我个人是觉得 已经有点类似是 那种联名卡给的那种意味了 不过它就是 限制也蛮多 就是假日国定假日不能用 这样子 所以这张卡片的第一个亮点是这个 那第二个亮点的话就是说 就是新户 或者是新卡里 它给的还蛮多的 比如说 我一直以为说 中信给的新户里 可能是不是就是新户 就是大概600左右最高 就不是 这张卡片是给500 再加上线上办卡 加300 所以最高是800 新户800 那你如果是中信新户 就应该要办这张卡片 因为它真的给的优惠 比较好一点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 新卡里的部分 就是你首次申办 这张Global Mode卡 你有中信的LinePay卡 但你没有这张卡片 你可以申请下来 就是解任务 刷888送100 那如果你是线上的申请的话 就是网络上申请 而不是用纸本的部分 再多300 所以最高就是400 刷888拿400 也是接近50%的回馈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 你如果想要就是 拿一下这个所谓的 它送的其实是 这叫什么 现金礼券 它不是刷卡金 所以它到时候就是 你解完任务之后 它会在一到两个月内 把这个礼券 寄到你的这个收件地址 那你拿到收件地址 你在收件地址 收到这个礼券之后 你就可以再去 这个购物中心里面 去做消费使用 这是它的新户礼的部分 那再来的话 就是它有一些管内权益 我发现它有一个新的配 叫做GM Pay 它是由国泰市华导入的 这个所谓的 电子钱包系统 然后你可以绑定信用卡 之后可以再做支付 它有在官网里面有写到说 比如说在指定的时间里面 然后使用GM Pay 然后就是红利 它的红利点数好像可以跑 4倍跑吧 它的红利点数我稍微看了一下 就是100块累积1点 然后你如果累积了100点 可以折理30元 所以这样换算起来 就是说你刷1万块钱 可以拿到30元 现金回馈率是0.3% 那你如果使用在指定时间 进行消费的话 红利4倍就变成1.2%性金回馈 所以就是还蛮烂的 哈哈哈哈 我觉得百贵公司的点数 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那只是说 除此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好看呢 这边下面就有一些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是 礼拜二的周二会员日去做消费 然后它的很多的地方 都会有八八折 所以我觉得这种优惠 就是比较适合 你是住在这个购物中心附近的人 那你礼拜二晚上 没事去那边吃饭 那我觉得OK 那你因为平常 你如果你要上班 你可能就不可能嘛 所以这部分我就会觉得说 好像还好 这边跟刚刚讲到GM Pay 这个会员点数四倍的部分 就是有现金回馈率有0.3跑到1.2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它有一些指定时间 在什么柜位去使用 就有点麻烦 这部分就是提供大家的参考 所以这张卡片的基本权益 我已经跟你讲的差不多了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停车优惠 顶级卡跟其他卡片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停车优惠 会比其他的卡等要再多一点点 但你一样是要有 比如说新增消费多少钱 才能够就是折底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你还是要自己去了解一下 是不是适合自己 那也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虽然说之前有中性的环球联名卡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那里消费 就办了这干嘛 就为了解任务 那后来有一次我跟朋友就是 就是刚好在这个板墙那边的环球 就中和那边啦 就是吃饭聊天 那后来才发现结账的时候说 我虽然说有四五百张信用卡 但是我就是没有带这张环球联名卡出门 所以我们虽然说有消费 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折掉很多很多的停车费 就比较可惜啦 所以我觉得这张卡片还是适合说 你真的会常去那里消费的人再来申办 不然的话你很可能办了之后 你根本就不会去用 那就是比较可惜的地方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我们往下看 这个在这 中性顶级卡的年费减免规则说明 这个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那就刚好趁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一下 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很多中性的这个卡片 我这中性卡我卡车至少就有四五十张中性卡了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或者对持有多张中性卡的这个小猜生们来讲 如何处理年费这件事情是 我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你可能 因为通常他的预期卡 一张卡片都要年刷六万才能够减免年费 那有一些特别的卡片 比如说像中性LinePay卡 他有绑定在LinePay里面 他就可以就是不会被收取年费 这是比较特例 但是一般的卡片 比如说中性秀泰联名卡也是一样会被收取年费 如果你是预期卡 金质卡 泰金卡以上的等级 这张卡片系统会预设要年刷六万 如果你没有刷到12个月过去之后 他自动会产生年费 你当然可以打电话进去跟银行 就是请他帮忙减免 但是如果次数多了 或者是你刷的不够有力 他其实也会要求你减掉的 那你要怎样才能够就是免除很多张顶级卡的这个年费的部分 我提供一个例子给你参考 像我的主力卡是中性ANA 所以我们一年全家大概会刷个 接近100到200万这张卡上面 那每一张顶级卡 他可以就是用你的刷卡消费额 年度消费额去折底36万 所以如果说我刷200万的话 我至少可以减免掉5张到6张 5 6 30 36再乘以5 36乘以6 6 38 对 那大概是6张左右 所以我大概可以办下5到6张的这个顶级卡 我都不会被收年费 因为我有某一张顶级卡的这个刷卡的额度非常的高 我刷很多 所以你就可以他们在后台做计算的时候 他就可以看你的消费情形 然后来帮你做这个情况的减额 比如说像中信有一张这个中华电信联名卡 我办的是顶级卡的部分 那一张卡片的话至少也是要年刷36万 或者是你要用家里面的电话费扣费扣角 那个所谓中华电信的电话费来扣角 用那张卡片扣至少要一年3.6万以上 那你才会就是减免这个顶级卡的年费 那我去年有出涨 就是说年费有出来 我就问他说这可以帮我减免吗 因为我去年我们全家人的这个中华电信的电话费扣角 大概只有3.5万而已 差一点点 然后他帮我看了一下我去年的年双卡 我就说这个年费我帮你减免 就不用担心 所以基本上他的这个运作模式是这个样子的 如果你的主力是在中国信托的信用卡 而且是顶级卡的部分你有持有其他 比如说大众化吸收飞 或者是ANA联名卡 那这些顶级卡你如果刷得多的话 其实他的年消费额是可以拿来折抵其他的顶级卡 那我另外再推荐一张我觉得很不错的中信顶级卡 是101联名卡 那101的顶级卡 他们可以每天在101地下停车场 免费停4个小时 不论是汽车还是机车都可以扣减 那这部分我真的觉得很实用 但是那张卡片我也都没在刷 所以最主要的是靠我的ANA 这张卡片在刷在撑 所以我那一张101顶级卡 我其实不刷也不会被收年费 那就是因为我其他卡片的这个年刷卡够高 所以可以通常cover过去 所以这部分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 好就是这个样子 好来我们要来到我们最后 就是大家好可能都会有点期待 就是宝可梦金句今天又要再脸什么消尾了 没有啦今天还是跟大家聊一下 我觉得这个又会我东看西看上看下看 看久了 我就唯一只有想到这句话就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问琵琶以叹息 又问子语从吉吉 重点是吉吉这两个字 这两个字其实就是上面的叹息的同意思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 好这个是白居易马 这个琵琶行 那你如果有念过这个高中国文 你应该都已经知道就是这个是什么意思 好就在此不在赘述不在上国文课 但是呢我想要讲的是说 我真的上下左右找了很久 我还是犹豫很久 不知道说这张卡片最大的亮点是什么 唯一的亮点就是你如果是住在这个 这个global mode附近的 那你拿这张卡片去做停车消费 还是干嘛干嘛有折扣很好 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讲 你平常不会去逛这间百货公司的 你办的这张卡片就跟废卡一样 所以我就很叹息说 唉大概所有百货公司的联名卡 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吧 中心这张卡片说真的 他的一般刷卡消费就是 顶级卡的消费回馈就是 国内红利三倍海外红利五倍就这样子 那他的红利点数30元一点 那他的这个点数的 兑换的现金回馈的比例其实也没有好 就0.28 所以你乘以3也不到1% 乘以5也大概1.5左右 所以你随便拿一张现金回馈卡 都能够把这张卡片的刷卡回馈给打趴了 那你又何必办这张卡片呢 除非你可以用到他一些额外的权益 比如说机场贵宾市机场接送 或者是机场停车这些优惠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现在根本上你也用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种卡片就是 真的是办下来欣赏一下就好了 除非你是真的会常常去把握公司里面买东西的 那他对你来说才有意义 所以今天的这支影片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个好像不太有实用性的这个联名卡 对好我就讲不好我也就直接提出来 提供给大家参考 如果你是因为搜寻而看到这支影片的 希望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 也非常欢迎你来订阅我的频道 最新的消费消息 把握公司联名卡比较通通都在我这里 好也欢迎你就是公开的按赞留言 分享给身边的亲友 想要办这张卡片 来看这支影片就对了 好不好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拜拜